念机械系不光只是当修车黑手 国立清华大学动力机械工程学系学生 不仅打造F1赛车 AI自动化机器人出国比赛 这两个比赛呢 基本上都是以结合动机系所学 然后系统整合 最后呢他们都必须要完成一整个的系统 包括机电整合 甚至软硬体韧体等等这些的整合 我想透过这个国际级的比赛呢 也让同学们扩展更大的国际视野 跟国际团队的交流 那我相信可以带给他们更多的进步 清华大学赛车工厂 主要成员是动机系大学部学生 一年多前他们从零开始 打造一台真正的赛车 今年9月将赴日本参加国际学生方程式赛车 Student Formula Japan 与亚洲共108支队伍评高下 其实虽然我们是动力机械系 那我们对车子其实没有那么的熟悉 那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学习车辆制作也好 或者是一些设计的部分 那我们有请教很多业界的人士 像是我们车手的部分 我们有特别送他们去台北受训 我们有22个人参赛 那其实每个人的意见都不太一样 那要怎么把这些人的意见整合起来 然后很妥善的去写公投协调他 真的是蛮大的问题 团队合作或是跟外面的厂商做沟通 然后甚至就像跟老师的报告也不一样了 因为老师对我们蛮要求的 那老师希望我们更好 那我们在这些表现上都逐渐的成长 那我觉得我们学习到很多 另一个以动机系学生为主的机器人团队 DIT Robotics 已经连续三年远幅欧洲参加机器人大赛 这是欧洲最大AI自动化机器人竞赛 这次最大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说 我们去国外我们去看到了各个国家不同的想法 他们在机构上他们有不同的想法 然后这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就是这之前都是我们没有想过的方法 我想去看一下世界说 就是到底他们是多厉害 就是在国外的时候我也觉得他们好像一个团队 里面的人每个人都是不错的 我觉得学习比较多的是因为 我们这次采用了就是除了Arduino之外的晶片 那这是跟之前的比赛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不是可能纯座机构可能会想要碰一些 机器人的视觉或是定位 或是建制环境之类的这一块的东西 对就是说在碰的过程中有比较找到兴趣吧 我们是DIT团队 然后我自己就是从这次比赛就是觉得说 我们很幸运在清华大学这个很多资源的地方 然后就是动机系就这么支持我们 然后给我们一间实验室 然后就是做这些 就是以前都从课本上学习不好的东西 就是如果你进来清大 那你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事 你想做机器人 或是你对就是这些电子电路 或是机构有兴趣的话 就欢迎加入我们DIT团队 与世界竞争 更与世界学习 艺术处才发报导 这都做什么 这都做什么 ," , ,"